2020年最值得观看的神作《弥留之国》的爱丽丝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神剧 我只能说这将会是一大损失 这部剧由著名的大佬王菲出品 只要她出手的作品必是精品 在2020年末 有幸再次看到她的佳作《弥留之国》的爱丽丝 根据王菲一贯的作风 一次性将所有集发放 上线当天豆瓣便达到8.5 一路飙升居久不下 本篇改自日本漫画家《麻省于吕的经济之国》的勇闯者 成功将大逃杀和末世结合起来 剧情紧凑看得相当过瘾 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正题 孤身的男主名为有希良平 他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 衣食无忧成天不务正业 20多岁没有工作宅在家里打游戏 不过他精通各种稀奇古怪的书籍 其合学宇宙的最终形态 还有关于宝马车的设计理念 虽说工作不行 但他的脑子非常灵活 智商要远超于正常人类 这天他和家人因为工作的问题大吵离架 生气之下他选择离家出走 和好友自信打算开心下 游戏有两名从小长大的好友 分别是张泰和义部 张泰是个普通上班族 胆子比较懦弱 他的妈妈时不时会找他要钱 而义部战着黄发脾气火爆 打架都时有发声 刚刚便因为聊老板女友 被人家给发现给开除了 三个人相约来到色谷广场 这里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十字路口 每天有将近250万人从这里路过 平均每分钟有3000人穿过红绿灯 很多大型电影都有在这里取景 他们三个都对当下生活感到不满意 游戏开玩笑的说 如果世界能够爆发丧失危机 能够活下来的只有一部吧 但义部很正经的说 游戏才是能够活下来的人 一时间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突然义部将他扛在肩上 张泰在一旁录像 才打破了短暂的尴尬 他们开心的欢呼 尽情的释放 由于他们的息息 导致车辆发生了碰撞 就在此时 天空中绽放了几朵烟花 可他们来不及观赏 马上逃之夭夭 躲进了车站的厕所里面 就在因为搬来坏事窃喜时 电灯突然变泄灭 外面也没有了声音 连他们的手机都停电关机 当他们走出厕所时 却发现看不到一个人 刚才还热闹非凡的街道 现如今竟然和一座空城一般 咖啡厅的咖啡还冒着热气 仿佛所有人都在一瞬间蒸发 他们走遍所有大街小巷 可依旧找不到半个人影 诺达的色谷路口 只剩下他们三个人 世界都末日了 他们还能促膝长谈 一部警告他们 如果真的末日 他们两个很有可能一辈子都是处男 突然的话题 不免引得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男人不愧是男人 什么时候思想都是一样的 正在嬉闹之间 广场的广告牌突然亮了起来 上面提示 首先欢迎各位玩家 游戏即将开始 请跟随箭头的指向 到达游戏会场 虽然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但他们还是朝着指定方向 找到一座游戏大楼 周围只有这一座大楼亮着灯 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宝马车 跟随着指向 他们来到一部红色电梯门口 阳台边放着手机 限制一个人一台 手机采用脸部识别系统 不能拨打电话 只能接受讯息 手机播报 截止报名时间还有两分钟 几个人一脸茫然时 走廊出现一位长发妹 只见他把工作证丢进了走廊 一道红光从天而降 集中证件 他声称这是游戏 只要踏进来 试图再逃出去便会被击杀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完成游戏 紧接着又有一位学生走了进来 手机向他们播报 游戏即将开始 游戏名为是生是死 难度细处没划三 游戏规则在规定时间内离开大楼 这座大楼内部有很多的房间 每个房间都会有生门和死门 必须在规定时间选择起 如果超时或者选错 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死 当他们进入第一个房间时 手机显示先是两分钟 张泰还以为这是恶作剧 背后有什么整人综艺一样 好奇的拿出手机露起相来 时间开始倒数 房间充满不明气体 惊慌之下 少女猛地打开了生门 随即一道红光将她的脑袋给打穿 来不及震惊 他们立马跑进死门的房间 而刚才的房间瞬间爆炸 被大火给包围 现在的房间限时1分50秒 亲眼看到有人死亡 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长发妹认为这是牺牲者的游戏 需要勇士做出牺牲 来判断哪个门是安全的 他们决定挨个轮流尝试 但游戏犹豫不决 不敢打开 剑磁状 一步抢先冲了进去 好在他们再次选到安全房间 每次安全通过 下一个房间时间都会减少10秒 一步已经尝试 下一个就是长发妹 可他唯唯诺诺不愿做出牺牲 一步认为游戏肯定是有规则的 游戏作为高智商人群 肯定是有办法的 游戏却大声的爆发 根本就没有办法 两个人因此大吵了起来 情急之下 一步一拳将游戏打到 也正是因为这一拳让他顿武 刚才进来之前 门口有两宝马车 车全长4米94厘米 这栋大楼的长大概是四台那样的车 也就是说楼的长度约20米 根据逃生通道显示 这栋楼应该是个正房型 所以楼长20米 宽也是20米 他们所在的房间长约6米 也是一个正房型 这表示一栋楼最多有9个房间 他们一开始从最左下的房间进入 少女第一次被他们筛选出危险房间 前一阵地步直接选出安全房间 现在通过9系的计算 他们位于当下的位置 通过筛选法 接下来安全的屋子在右上角 果然经过他的计算 这个房间确实是安全的 他们接连穿过三个房间 就在最后一间屋子时 有戏有了新发现 本应该正面出现门 可是并没有 如果向右意味着进入筛选出来的危险门 按照计算应该向左 但是左边是大楼的外墙 怎么可能有楼梯逃走 他从张泰刚才记录的视频发现 少女最开始死的房间并不是正房型 那么相对应的 他们认为的危险房间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空间 生死瞬间 他们打开了门 成功出逃 而张泰由于慢了一步 腿部被烧伤 在他们出来时 眼前出现一张桌子 上面放了一张梅花三的扑克牌 手机也提示 幸存的人将会得到相对应数字的签证 也就是他们在这个世界存活的时间 如果签证到期没有参加游戏 他们将会死亡 参加游戏获得胜利 签证时间延长 不想死的话 只能不断参加游戏 到底是谁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空间 又是谁无聊的逼迫大家参加生死游戏 一切的一切 又该从何说起 但是所有悬念 因为身材丰满的妹子出现在镜头 看着远处的红色光束 真正刺激的游戏 才刚刚开始 本期内容为 《迷流之国的爱丽丝》第一集 下期故事将会更加精彩紧张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喜欢点滴关注 持续更新 不见不散